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美好的事 但是也有人不认同 第三章 瘸腿行走 但来到第四章的时候 彼得他们就被抓起来 然后就被恐吓一番就把他放走了 所以神机在那里运行 但是仇敌也会工作 来到第五章也是一样的 我把题目叫做有征战有复兴 这个征战分成内部跟外部的 一到十六节是内部的征战 一到十六节是内部的征战 我把他叫做有虚假有启示有神迹 我最定为有虚假有启示有神迹 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萨菲拉卖了田产 把嫁营狮子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 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阿拉尼亚 同他妻子萨菲拉卖了田产 把嫁营狮子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他们为什么要卖田产呢 为什么他们要卖田产呢 就是想要奉献 就是想要奉献 所以你说他对神有没有心呢 你说他们对神有没有心呢 我觉得他是有的 我觉得他是有的 一方面他有这个心 一方面他有这个心 但一方面这个心就没那么单纯 但一方面他这个心有没有那么单纯 我们常常内心里面很多的心思意念是纠结在一起的 我们纯纯内心的心思意念是糾结在一起的 为什么要卖田产 为什么要卖田产呢 因为巴拿巴他也卖田产 因为巴拿巴他也卖田产 就是在前一章的最后 就是在田一章最后 巴拿巴他也卖了 巴拿巴都卖了 那应该来讲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应该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就被记录下来 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就被记录下来 所以应该来讲大家都以巴拿巴为一个榜样 所以大家应该来讲都是以巴拿巴为一个榜样 其实在这个之前已经是繁物公用的一个状况 其实之前已经是繁物公用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给他拍拍手 大家都跟他拍拍手 这个时候亚拿尼亚夫妇他们也看到这件事了 这个时候亚拿尼亚夫妇都看到这件事 他都想不如我们也把田产卖了吧 他们就想不如我们都把田产卖了 所以我觉得他卖的是要奉献的 所以我觉得他卖了是要奉献的 他是某一个层面他是愿意把钱拿出来的 某一个层面他愿意把钱拿出来 但是这个行动后面可能也有群众的压力 但是这个事情的后面都可能有群众的压力 就是大家就会说巴拿巴很好 大家都说巴拿巴很好 那个谁谁谁也把田产卖了 那个谁谁都把田产卖了 卖田产的应该是蛮多人的 卖田产应该都几多人的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个人就 就好像没有听说什么消息 这个时候好像听到某一个人没有什么消息 怎么 我只是随便举例 就是 我随便举理 怎么白天都没有看到他 为什么早上都没有见到他 也没有来店里听陈导 都没有来店里听神套 原来他是去仲田去了 原来他去了仲田 原来他去了仲田 我们大家都是专心在圣殿里面学习 然后传福音 我们大家都在圣殿里面专心学习 然后传福音 但是他有田产他需要照顾 但他有田产需要照顾 那这个就慢慢就形成一个群众的压力 慢慢就成为一个群众的压力 然后OK 那就卖 那就OK了 卖了去 反正大家都已经卖了 好像只剩我一个人还没有卖 好像只剩我一个人没有卖 好像只剩我一个人没有卖 好像第一代的组长已经全部卖了 只剩我还要去种田 好像第一代组长都卖了 只是我一个人要剩回来种田 那就卖吧 那就卖了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神也对我很好 神也对我很好 所以他愿意卖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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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有群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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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有群众压力 他可能甚至有一些安全感的问题 不单只有群众压力 可能有一些安全感的问题 就是那我这样卖了之后 那万一将来可能就出问题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卖了之后 万一将来可能出问题的时候 我怎么办呢 好 不如我们留下一些钱吧 不如我们留下一些钱 好 我想可能留下来的也 在比例上应该也不会太多的 我想你留下来的比例上 都不会太多 好 因为这个行情怎么样 大家是蛮清楚的 因为这个行情怎么样 大家应该都挺清楚的 对不对 你在琼湾区 你在 你把福利花园的一层楼卖掉 多少钱 其实那个 就我想几十万的差距吧 在琼湾区 譬如你知道福利花园一层楼要多少钱 我想是几十万的差距 好 就是说你能够留的是有限的钱 就是说能够留下的是有限的钱 你很难留一百万下来的 你很难留一百万的 所以他是留下一些钱下来 所以你说他会留下一些钱下来 就是觉得又想全部奉献 但是又有安全感的问题 就是说他又想全部奉献 又有一些安全感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 就是我们愿意奉献摆上的 就是我们愿意奉献摆上 但是我们又 就是在这个行为背后还有很多的因素在驱动的 就是在这个行为的背后 仍然有很多的因素在驱动的 我愿意奉献 我愿意奉献 但是可能这个奉献就还没有到百分之百 但可能这个奉献未到百分之百 可是又有群众压力 但有群众压力 有群众压力之后又有安全感的问题 有群众压力又有安全感的问题 最后就走到了这个状况 最后就走到这个状况 就私自留下几分 就私自留下几分 好 当他把钱放在使徒搅钱的时候 就是将他当钱放在使徒的脚前之后 彼得神的灵感动他 他就有一个看见 神的灵感动彼得彼得就是一个看见 他对这整件事情 他就把它定位成撒旦充满你的心 他将整件事情定位为撒旦充满你的心 就是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就是你不能够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侍奉马门 你不能两边都是坚固的 你不能够两边都坚固的 他说其实你 他说其实你这样做不是在骗人是在骗神 他说你这样做不是在骗人是骗神 其实你是在欺哄圣灵 其实你是欺哄圣灵 第三节说欺哄圣灵 第三节说欺哄圣灵 第四节说你是欺哄神 第四节是讲到欺哄神 就是说其实第四节说 其实这个地没卖那是你自己的 其实本来就是你的 其实本来就是你的 也没有人逼你 都没有人逼你 可是他可能觉得有人在逼他 但可能他觉得有人逼他 然后寄卖了 嫁淵不是你做主吗 然后寄卖了 嫁淵不是你做主吗 就是说其实你也可以决定奉献十分之一或者一半的都可以的 但是你又要卖了之后说你是奉献全部 然后自己又留下几分 这个你就是一个欺骗了 但卖了之后你又说奉献全部带你留下几分 其实这个就是欺骗了 你以为你可以骗到人 你以为你可以骗到人 其实你这样是在骗神 其实这里是骗神 其实我觉得他也骗不到人的 我其实觉得他也骗不到人的 其实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因为隐藏的没有一件事是不显露出来的 一定有人去买亚拿尼亚这块地的 一定有人去买亚拿尼亚这块地的 这块 就是这个买主 一定大家都会知道的 这个买主大家都一定知道 到底是多少钱最后都会知道的 到底是多少钱最后都会知道 但是他却以为人会不知道 但却是以为人会不知道 他以为神会不知道 以为神会不知道 所以才做这样的事 所以才做这样的事 当彼得这样在讲的时候 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 我觉得他只是有一个启示 临到他的身上 我觉得只是一个启示 临到他的身上 他就责备他 他就责备他 但没想到他就死了 但没想过他就死了 第五节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第五节 阿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所以这里不是彼得咒诅他 然后要取他的性命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不是彼得要咒着他 然后取他的命 不是这样的 就是画到那边 然后他的命就没了 就是说说了一句话之后 命就没了 就是原来有一点的欺哄神 就造成命案 原来有一些欺哄神 就造成命案了 这个大家就会蛮害怕了 那大家就会很害怕 然后三个钟头之后 老婆也进来了 也发生一样的事情 夫妻的命就没了 三个钟头之后 老婆进来又发生同样的事情 夫妻的命就没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原来神是轻慢不得的 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神是轻慢不得的 他们就越发的敬畏神 他们就越发的敬畏神 而且也很怕靠近使徒 而且也都很怕靠近使徒 觉得这些使徒好像又可以行神机 然后又知道一切隐秘的事情 又觉得使徒一方面可以行神职 一方面他们又知道很多人物的事情 我们从那个时候来到今天这个时代 从那个时候来到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就应该会觉得说 那时候很严重 现在好像圣灵对我们比较OK 我们可能觉得那时候 就比较严重的圣灵 今天对我们好像挺OK 好像 现在的教会 宗教会都没有什么隐瞒的事吗 现在的教会 宗教会没有隐瞒的事吗 好像也 理论上应该也不是这样的 理论上应该都不是这样的 那从那个时点走到今天 是圣灵降低标准了吗 应该神也不会降低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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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祂是不改变的 因为祂是不改变的 所以这里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说 其实这里可以这样说 就是在一个神极大的同在之下 在一个神极大的同在之下 其实神要护卫这个神的同在 其实神要护卫这个神的同在 所以当有人去破坏祂的时候 当有人要破坏祂的时候 神的管教是很严厉的 神的管教是很严厉的 这个很像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在约书亚记的时候 在约书亚记的时候 我们看到亚干犯罪 好像约书亚记里面的亚干犯罪 他只是偷偷地藏了几件衣服 他只是偷偷地藏了几件衣服 神就让这个事把它掀出来 神就把这个事显出来 然后他的命也没了 其实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么大的神的同在之下 谁去破坏了这个圣洁 或者破坏这个神的同在 神的管教是很严厉的 在这么大的神同在之下 谁去破坏这个圣洁 谁去破坏神的同在 神的管教是很严厉的 那并不是说下一单神就不在意 并不是说下一单神就不在意 而是神用第一件事 第一个个案来显明他的态度 而是神用第一件事 第一个个案来显明他的态度 就是你们谁在教会里面 就是去做一些虚假的事情 就是谁在教会里面做一些虚假的事情 就是欺哄神 欺哄人的事 就是欺哄神 欺哄人的事 神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 神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在一个复兴的过程里面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复兴的过程里面 一方面有复兴 一方面是有征战的 一方面有复兴 一方面有征战的 在这里是内部的问题 在这里是一个内部的问题 是一个虚假的征战 是一个虚假的征战 虚假跟真实的征战 虚假跟真实的征战 神的灵是真理的圣灵 神的灵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这是一个虚假跟真实的征战 所以这个虚假跟真实的征战 这也是一个安全感的征战 这是一个安全感的征战 就是我到底是完全倚靠神呢 还是我也要倚靠金钱 就是我要完全倚靠神 还是我要倚靠金钱 但是重点还是放在虚假 但重点都放在虚假 因为这个防务功用要出于自愿 因为防务功用要出于自愿 没有人逼你要完全奉献出来的 没有人逼你要完全奉献出来的 所以其实是虚假出了问题 所以是虚假出了问题 然后在虚假跟安全感之下 这个在做权衡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要虚假了 在虚假和安全感这个权衡当中 我们就觉得要虚假了 所以神就要来管教我们 所以神要来管教我们 这个是第一部分可以看到的 这个第一部分可以看到的 再来是17到41节 再来是17到41节 外部的征战 外部的征战 我把它叫做 有仇敌 有使者 有教师 我最定题为有仇敌 有使者 有教师 好 在内部征战之后 其实神迹是非常多的 内部征战之后 其实神迹是非常之多的 十字节说 如果信而归族的人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 第17节说 信主的人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 然后极大的神迹 极大的神迹 极大的神迹 就是连彼得的影子 照到人都会得到医治 所以这是极大的复兴 极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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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之后 极大的争战又来了 由大祭司所带领的这一群人 他们就继续要来去攻击使徒 由大祭司大的这群人 要继续来攻击使徒 就把他抓起来 就把他抓起来 而且这个是蛮严重的 应该是把所有的使徒全部抓起来 其实这个都挺严重的 应该是把所有的使徒都抓住 好 就全部抓起来 全部抓起 好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所以神的使者就出来了 所以神的使者就出来了 就把他们放出来 就把他们放出来 放出来 然后叫他们继续传讲神的话 放出来就他们继续传讲神的话 然后他们就讲了 26节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 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 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所以被抓了 又被使者放了 所以被抓又被使者放了 然后再抓起来 然后再抓 但是没有用强暴对他们 但是没有用强暴对他们 然后再恐吓他们 然后再恐吓他们 29节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 29节 彼得我众使徒回答说 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 大家就非常的生气了 大家就很生气了 因为他们是跟着大祭司这一党人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是跟大祭司这党人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是跟大祭司这党人在一起的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做呢 加玛列就出来了 加玛列就出来了 就是保罗的老师 就是保罗的老师 他就讲了一番话 他就讲了一番说话 就是出于神的 神会继续看顾的 就是出于神的 神会继续看顾的 不出于神的 他们就会自然散了 不出于神的 就自然会散了 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出于神 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出于神 不如先摆着吧 不如就放下 免得又到时候得罪神 免得到时候得罪神 大家就觉得很有道理 大家觉得很有道理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就过了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过了 但是呢 四十节 第四十节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所以上一章是被关起来 所以上一章是被关起来 关了一个晚上 关了整个晚上 没有打他们 来到这一章 又被抓起来 又被捉了 又被放 又被放 又抓起来 又捉 又打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从仇敌从官府来的征战的强度 是越来越高的 你有见到仇敌从官府来的增战是越来越高的 这个极数是在增加的 是极速增加的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就打了他们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就打了他们 但是使徒他们又觉得OK 但是使徒他们又觉得OK 就是有机会为神的名受屈辱 他们觉得蛮光荣的 他们有机会为神的名受屈辱 他们觉得挺光荣的 所以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所以他们就每日在店里面 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所以其实这个复兴就更大了 这个复兴就更大了 就是说本来是因为神迹所带来的复兴 本来是一个神迹带来的复兴 现在是在跟官府的逼迫当中不断的得胜 现在是官府的逼迫里面不断的得性 因为使者都出来了 因为使者都出来了 连加玛列都站在我们这边 连加玛列都站在我们这边 所以大家觉得心很被鼓舞 所以大家就继续火热的传福音 所以大家都继续火热的传福音 所以征战是有的 所以征战是有的 但是有征战也有复兴 但有征战也有复兴 而且征战越大 而且征战越大 复兴越大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对征战是非常习惯的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对征战是非常习惯的 就是看到征战不要怕 就是说看到征战不要怕 那么看到征战呢 你就勇敢地向前 其实神会保守的 见到征战你勇敢地向前 神是会保守的 你越服侍神呢 你会越发现 就是你越明白仇敌的工作 我记得我在台湾是 我第一次约我的同事去我们家开小组 我记得台湾我第一次约我的同事来我家开小组 从一个从不邀人来 不邀同事来你小组到愿意邀 这就是一个征战 我从来不愿意邀请人来小组 到我愿意邀请人来小组 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争战 就是每次我们在做突破的时候 征战攔阻是会有的 就是每一次我们要做突破的时候 征战攔阻是会有的 那我们就要出发了 那我们要出发了 那我们各开一辆车 我们每人开一辆车 他车就不能动 他车就动不了 我就想起有此理 我就想起有此理 他跟我说车开不动 他说车不能动 我就说好 我来 我就说等我来 我就上他的车 我就上他的车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 那是仇敌的工作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 这是仇敌的工作了 我立刻奉耶稣基督的名 然后斥着仇敌的工作离开 然后我就立即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仇敌的工作离开 再发动 立刻可以 我再开车就立刻可以了 他就觉得我非常的神 他就觉得我非常的神 其实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就知道 那是仇敌的工作了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就知道 这是仇敌的工作 慢慢就摸出一条路出来 慢慢我就摸出一条路 就是你没传福音的 你开始传福音呢 那你就会有仇敌的拦阻 就是你没有传福音 突然间你传福音 你就会遇到仇敌的拦阻 你没有公开讲见证呢 你第一次讲见证 其实都会有拦阻的 你没有公开讲过见证 第一次你讲见证 都会有拦阻 你在小组没有办过参会步道 你现在开始办参会步道 其实这个拦阻就立刻 就会来了 你在小组没有做过参会报道 你现在做参会报道 这个拦阻就立即会来 但是你会发现呢 你越是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结果是越好的 但你发现你越是这样 结果是会越好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怕征战 所以我们不要怕争执 强度只会越来越强 强度只会越来越强 但是那个神迹 还有神的荣耀只会越来越大 但神迹和神的荣耀 就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就只要勇敢向前 我们只要勇敢向前 就是神在看着的 神在看着的 神也蛮怕你第一次邀朋友就受拦阻 以后你就不邀了 那怎么办呢 神都很怕你第一次邀请朋友就受拦阻 你以后不邀请那怎么办呢 这个我相信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众使徒被关的时候 应该没有想过天使会来救他 我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众使徒被关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过天使会来救他们 我觉得应该不会祷告到说天使你来救人 我觉得应该是想不到的 我相信他们没有去到这样祷告 天使要来救人 我相信不是这样的 但是死者就来了 但是死者就来了 所以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神是看着 所以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 神是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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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最后的结果不好 也未必是真的不好 就算最后的结果是不好 也未必是真的不好 因为那个不好 只是我们不明白它的好而已 这个不好可能是我们不明白它的好 但是我们要相信 这个神 祂为我们 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但我相信这个神 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祂为我们考量打算的都是最好的 祂为我们考量打算的都是最好的 那这样的争战会持续到世界的末了 这样的争战会持续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也不要以为 那我还是不要争战就没事了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不要争战了 就没事 这个仇敌已经把你当成是对手了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仇敌已经把你当成对手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你不需要打他 他还是会来打你的 你不需要打他 他都会来打你 所以不如这样 那就勇敢向前冲吧 我们只要坐在神的方向带领之下 其实还是会有争战的 其实照着神的方向带领之下 都是会有争战的 但是我们知道神会保守 但我们知道神会保守 过了这个争战 又是一番美好的光景 过了这个争战 又是一番美好的光景 好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来敬拜我们的神 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 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 因为我们能够去靠着我们的圣灵 过每天的生活 阿里了耶 圣灵可以多谢你 我们欢迎你 就是更多来到我们当中 冲回我们的生命 阿里了耶 圣灵我们 真欢迎你 圣灵我们 真欢迎你 圣灵 圣灵我们 真欢迎你 圣灵我们 真欢迎你 圣灵我们 亲爱神灵我们 我们欢迎 请啊圣灵 欢迎你 来圣祢的呼应祢 哈利路亚 圣灵我们真欢迎祢 圣灵我们真欢迎祢 圣灵我们欢迎祢 圣灵我们真欢迎祢 圣灵我们真欢迎祢 圣灵我们协调敌 圣灵我们真欢迎祢 圣灵我们真欢迎祢 圣灵我们愿祢 圣灵我们真欢迎祢 我们欢迎 请来圣灵 欢迎你了 圣灵我们欢迎你 圣灵我们再欢迎你 圣灵我们再欢迎你 愿你赐意 愿你赐意 今日沉穿 在我身上完成新的工作 想赴你 毫无保留 亲爱圣灵 我们欢迎 亲爱圣灵 欢迎你来 求你生活 求你生活 欢迎我们 如今我们方向 事相所爱 举双手 深深刻 慕你 亲爱圣灵 我们欢迎 亲爱圣灵 欢迎你来 求你生活 欢迎 我们 如今我们方向 事相所爱 如今我们方向 事相所爱 亲爱圣灵 我们欢迎 亲爱圣灵 欢迎你来 求你生活 欢迎你生 请儿圣灵 我们欢迎 请儿圣灵 欢迎你来 再来唱 请儿圣灵 请儿圣灵 我们欢迎 请儿圣灵 欢迎你来 欢迎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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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圣灵 来做祂奇妙的工作 欢迎圣灵 当你欢迎圣灵就一定会来 因为祂爱我们 祂知道我们渴望祂 哈雷路亚 欢迎圣灵 更深 更深的欢迎 儿子不在读例えば 否平时不在 圣灵之度 儿子不在读 喜欢一个愚脸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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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主耶稣要回到天家的时候 他们又撇下我们为孤儿 祂采你来 亲爱的圣灵耶稣采你来 主圣灵你来了真好 主圣灵你来了真好 你不是站在我们左边 不是站在我们右边 你就在我们里面 主圣灵我们欢迎你 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 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保证 不会有人指着我们说 撒旦充满你的心 但是主啊 我们可以渴慕你 渴慕你 更多让你来充满我的心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弟兄姊妹你可以把手 按在你的心上 跟圣灵清新涂一 因为祂就在你的里面 更多的渴慕祂 不要忘掉祂 一个肯奉献的亚拉尼亚夫妇 怎么会被撒旦充满 他忘了圣灵在他里面 跟圣灵说 我不忘记你 我渴慕你 我需要你 无论我的抬头是什么 我是弟兄姊妹 我是小助长 我是神学生 甚至我是童工 我是牧师 我都不能忘掉圣灵 离了你 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圣灵啊 我渴慕你 我渴慕你 更多 更多的有你 更多的有你 主要让我的灵 明锐你的灵 你一定可以让我感觉得到 因为你是活生 圣灵欢迎你 甜美的灵欢迎在我们当中 是 是 是 尊重你 是 你是充满大座位的那一位 我们可慕你的同在 我们也可慕你的座位 是 我们敬畏你 我们敬畏你 原来任何的参子啊 虚假 都是你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就是单单要你 就是你我们单单要你 充满在我们里面 充满在你的教会 每一个角落 你的圣洁 真实 你的圣洁 真实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给我们力量跟勇气 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欢迎你 收满在我们当中 不论是在现场 不论是在线上 我们都深深的渴慕你说 圣灵我们要你 我们要你 圣灵我们要你 圣灵我们爱你 我们渴慕你 你的教会渴慕你 你的教会不能离开你 你的教会不能离开你 因为是主耶稣 把你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你啊 圣灵 我们凭着自己 不能够做什么 我要你 我要你 圣灵 我要你 圣灵 我要你啊 我们要你啊 圣灵 其他的圣灵 其他的圣灵 我们欢迎你 其他的圣灵 更多更多 充满在你的教会 更多充满在留意 主啊 我们要你 specific 主啊 如果有一人要求 神明啊 欢迎你 你立刻求满他 因为你何能爱他 圣灵 我们爱你 圣灵 我们要你 你吹听我们祷告 吹听我们向你的呼求 我们就是爱人 我就是爱人 求你一个人 宠满我 求你 我就是爱人 我就是爱人 求你一个人 I'm gonna choke my heart Sherling,多謝你 Sherling,多謝你在我們的當中 Sherling,多謝你今天要幫助我們這裏 每一個底兄姊妹 線上的底兄姊妹 你今天來就要幫助我們 底兄姊妹 剛才我們聽過編導的時候 我們有個感動 在現在經濟這麼艱難的時期 奉獻 十一奉獻 健殿奉獻 一切的奉獻 真的不容易 是會有掙扎 是會有掙扎的 所以如果你在奉獻這個事情裡面 其實你心想 我想奉獻這麼多 但當你要真的寫個check的時候 你有掙扎 當你想做的時候 你想起經濟下滑 你掙扎 你將你的手放在心裡 讓我們看到 因為今天聖靈要來幫助我們 給我們勇氣 讓我們從祂以來的勇氣 能夠踏出 能夠走出 走出你心裡你想向神的奉獻 我們將你的手放在心裡 然後我們向我們的天父爸爸呼求 我們告訴天父爸爸聽 天父我們知道你是唯一 愛我們創造我們 拯救我們那位天父爸爸 我們很願意奉獻 我們很想奉獻 我們很想有更多的奉獻 但你幫助我們 你幫助我們 向祂呼求 給我們勇氣 給我們勇氣能夠踏出 給我們勇氣能夠走出來 給我們勇氣去奉獻 給我們勇氣去跟隨你的聲音 當你叫我們奉獻的時候 主啊你亦都給我們勇氣能夠 能夠重到底 給我們這個勇氣呀主 如果在這個奉獻的事情上面 主我們曾經虧欠你的 你搖恕我們 你搖恕我們 你幫助我們 你憐憫我們 你讓我們重新的站立得穩 在奉獻這個事情裡面 主啊我們要完全的跟從你 我們要完全的跟從你 你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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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回應 主我們多謝你 我們多謝你 聽我們眾人的討告 我們多謝你 幫助我們眾人 能夠走在你心意的道路上 我們感恩你 我們感恩你 福耶穌基督的命討告 Amen 我們感謝主 讓我們能夠 在奉獻這件事情裡面 有一個突破 能夠在奉獻這件事情裡面 完全的跟隨神 Amen 大大兄姊妹 今天我們聽到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阿拉利亞其實 他們都愛神的 沒有人用一支槍 去逼他們賣那個地 他們都愛神 他們想做這件事 但在想做這件事當中 在我們敬虔的生命當中 有時候原來有參加 不夠單純 不夠單純 所以我想現在 讓這個時間讓聖靈 在我們的心裡面 光照我們 當我們很多 我們覺得自己是 敬虔的服侍 敬虔的擺上 究竟 究竟 是單純因為愛主 還是有參加 很想有掌聲 很想被肯定 因為真敬虔的道 我們就讓聖靈 光照我們 當聖靈光照我們的時候 我們見到我們的軟弱 我們就向神 迎聚 求神 加添對祂的愛心 幫助我們 無論做任何的事情 都真的因為傳染愛祂 我們現在就養成靈作曲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献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 财宝和情意 能够献给你 唯有我的心 我唯一刀狗 为他呼求 是你能原来我 欠向我全所有 愿我这一生 成为你几名 能完全你指引 祂在这里 祂在这里 我们一起起力 来敬拜我们的神 献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生命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 财宝和情意 能够献给你 能够献给你 唯有我的心 我唯一祷告 唯一的苦求 欠向我全所有 愿我这一生 成为你寺的 来完全你指引 祝我在这里 先生我的心 认定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 财宝和经历 因为我并没有 财宝和经历 耶稣你亲自 释放我们的心 神我们来祷告你 耶稣 你释放我们的心 释放我们的口 祷告你 神你是我们唯一的孤寝 神你决定我们每一个向你的祷告 有识无识向你的祷告 耶稣我们多谢赞给你 因为这里每一个鼎子们都是你所简术 成为你的器皿 成就神你的心意 耶稣我们多谢赞给你 耶稣我们多谢赞给你 神是今天你的眼目 你见到我们的鼎子妹 他们每一个都站立在你的面前 神是他们是站立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今天用心灵诚实来到在神你的面前 神你知道 神你看到 神你就让他们在艰难的里面去到经历神迹 神你说争战越大 复兴越大 神你说争战越大 困难越大 神你的神迹就越大 越多你都在我弟兄姊妹的里面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去祷告 因为在整个的争战里面 其实香港都在争战里面 在疫情的争战 在经济低迷的争战 并且在政治环境气候的争战 仇敌以为用我们的口罩 就可以烂阻我们的祷告 仇敌以为用这个疫情 就可以烂阻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传福音 去见证耶稣去连结 但是我们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站在神的殿里面 我们来祷告 就像彼得一样 困难 死亡 不能够烂阻去见证神 不能够烂阻神的道理去传阳 今天我们带着口罩 虽然有疫情 经济低迷 但是不烂阻我们来祷告 不烂阻我们来传福音 不烂阻我们来见证耶稣 我们相信 藉着主诵 每一次主诵 都有很多人信主 人的心在困难的里面就地打开 神的要将整个香港里面 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有的危机要成为转机 因为责战越大 復兴越大 鼎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有仇敌困难装我们 祷告的仇敌不能够难装我们 祷告 仇敌不能够难装我们 全福音 我们就起来 我们倚靠神 起来征战 起来征战 起来祷告 起来祷告 召聚天使 召聚天使来释放 召聚天使来与我眉头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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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带来特派 相信祷告 拿走一切的压制 相信祷告 松开所有仇敌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压制 和困境 祷告带来地土特派 祷告带来家庭特派 祷告带来我们的生命 厚度特派 教会要特派 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 你都向神护求 我们相信这样护求 整个的生命和教会突破 整个香港里面的上空都要突破 简单后原ний 祷告贾 和拉伽告带来 二亲 就称聚之后 一键忍 繁闭 MING PAO TORONTO 来到你的家人信主来到土族 为了你的家人 还有家人是未信主的 你来到他呼求神 他要在未近这段日子里面 他要信耶稣 他要归向神 他要归向神 每一天寻求你面 但我不求你的怜悲 就降下你荣耀 每一天寻求你面 神经活将我连经 线上当作我情 祝求你复兴彻底 每一天寻求你面 将我不求你的怜悲 就降下你荣耀 每一天寻求你面 神经活将我连经 神经活将我连经 祝求你复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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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是的这是我们的祷告 祝我们呼求你来复兴这地 复兴香港复兴全地 主啊我赞美你 主啊现在全地的艰难 苦难是明明可知的 但是主啊我们知道 有争战必有复兴 阿们 有争战必有复兴 哈利路亚 主啊今天你在话语当中 让我们看见 每一次的争战都带来更大的复兴 每一次的逼迫都带来更大的得胜 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奉耶稣决明宣告 香港要成为一个祷告的岛屿 主啊新香之气要临到你的天晴 主啊香港之所以是认为香港 因为有基督的新香之气 有基督的新香之气 圣灵的气息 弥漫在整个香港当中 主啊香港要成为一个穿浮云的岛屿 主啊人人都要听见浮云 得着救恩 主啊你来开广你的教会 今年的圣灵现在就动工 今年的天使天君 现在就动工 主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民 祝福我每个弟兄姊妹 你的心怀意念停留在复兴 你的心怀意念 永远停留在更新与复兴 还有得胜 生命当中每一个困难 每一个艰难 现在就是现在所面临的每一个低谷 进入复兴 进入得胜 圣灵继续在你的灵里面做工 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做工 必要看见美好的结果 更大美好的结果 要来荣耀主的名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祝福你 Amen 我们要掌声归给耶稣 这个掌声也代表着你 每一个低谷都要进入木形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好 我们的陈导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我们明天见